8月14日 火箭队官方宣布球队已经以一年240万美元的地心签下卡梅龙安东尼 并且火箭队没叛来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据著名记者吴尔报道 火箭队计划让安东尼打替补 而安东尼也愿意接受这个新角色 安东尼上个赛季在雷霆队过得并不如意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他不愿意接受新的角色 当时雷霆队赛季后在中曾希望安东尼可以转向替补 然而安东尼选择了拒绝 他认为自己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最终 安东尼与雷霆在休赛期选择和平分手 今年夏天 被买断后的安东尼联系了火箭队 表示自己愿意加盟 安东尼不离在休赛期大量训练和接球 就投的三分 不需要球权的进攻方式 还在加盟火箭队后接受了替补这个角色 这不仅是他的妥协 更是他的成熟 在经历了一个失败的赛季后 安东尼选择冷静的思考自己的打法 怎样和先东雷才能最好地契合 而不是一味的坚持自己不打替补的原则 据悉 安东尼和德帅曾在此前聊过 德安东尼曾询问安东尼 是否可以接受替补角色 安东尼表示 无论是首发和替补他都愿意接受 但是自己有一个希望 安东尼向火箭队和德帅 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那就是几把荆州勇士队夺的总冠军 安东尼的希望正好与火箭队和德安东尼不谋而合 我们也探讨过了他的期望 大家的期望 达成了一只德安东尼说道 安东尼与德帅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使他的加盟更加顺理成章 其实安东尼接受剃毒角色 是为了更好的帮助球队赌的总冠军 安东尼今年已经34岁了 他希望在还有一战之力时 赢得自己生涯的第一个总冠军 火箭队阵中人才积极 球队以哈登和保罗为核心 在首发阵容中球全必然大量的集中在哈登与保罗手中 这使得安东尼明白自己在首发阵容中 可能无法发挥全部的实力 而若是打替补 安东尼将和戈登一起搭到领鞋替补阵容 见识他将更多的获得球权 安东尼的职业生涯打步伐时间中都是扮演着球队老大的角色 他已经习惯了持球在首单打 上赛系在雷霆队 球权更多的集中在威少和保罗乔治手中 因此安东尼打得并不开心 未来安东尼在替补阵容中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进攻万花筒的本领 笔者非常看好安东尼在火箭队的未来 他毕竟换发第二穿 感谢观看